极端气候席卷美国中西部 寒流夹带暴风雪过近多个州 各地陷入白茫茫一片 能见度降低 全国超过7600趟航班 因为恶劣天气延误或停飞 这波寒流重创中西部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超过25万户家庭因此停电 气象局预报这波寒流来势汹汹 当地温度将在几天之内近一步下探 到时候会有更多陆路交通和空中航班 受到影响 由于目前适逢美国总统大选 战鼓敲响 全美第一场党内初选 星期一将在爱荷华州打响头炮 不过却遇上了50年 难得一见的寒流角局